从第一颗核弹研发和投放的那天开始 很多人就在核战会不会爆发 什么时候爆发等问题中焦虑不安 曾经不怕造弹危机 几乎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尽管如此 很多国家还是把研发核武器提到自己的日程表上 对于有核国家来说 如何让核弹变得经济有效 就成为他们重要的研究课题 去年10月 美国能源部高层宣布 他们与美国空军 共同完成了两项B-6112核炸弹的质量鉴定飞行试验 两架F-15战斗机投下了两枚未携带核弹头的B-6112 美国人做的这项实验 旨在评估飞核功能和战机搭载的能力 是为了未来三年让B-6112成为合格的服役武器 相比于其他核弹 B-6112有两大显著特点 一是当量可调 二是精度高 据了解B-6112拥有300吨、5000吨、1万吨等多种可变的当量 使得同一种核武器可以根据不同情况 通过改变爆炸当量 来实现不同的打击效果 它采用了新型制导尾翼 并且安装了自选火箭发动机 分别能够提升精确打击能力及防区外打击能力 同时B-6112的出现减少了核弹爆炸所产生的负担损伤和释放的放射性物质 B-61核弹最早生产于上世纪60年代 B-6112是B-61家族的第12次改进行 B-6112为美国制造的首个导引核弹或智能核弹 也是最具危险性的核弹 属于有限核战争范围核武器 而且只是为对现有核武器的寿命延长 试想一下 如果它跟B-2、F-22、F-35等隐身飞机相结合 在制衡其他国家时 会有着怎样的威力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